当年的香港明星数不胜数,最让大家艳象深刻的就是张国荣了。 张国荣的事迹在娱乐圈改称第二,基本上没人改称第一。 张国荣是一个在意态方面非常完美的男人,虽然当年发生了让我们非常惋惜的事情,但是他依然都活在我们的心中,况且张国荣当年的许多好友在现在都能算得上是国际之星了。 这就证明了张国荣的人脉非常的好,不知道过了这么久,大家有没有想张国荣呢? 近日,有网友在网上曝光了一张非常像张国荣的人,从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出来,他外形非常的像张国荣,本地人都称他为公交司机版张国荣。 单单从这张图片上来看,他的侧脸与张国荣的轮廓非常像,不禁让很多网友感慨,难道是哥哥回来了吗? 在现实社会中,有许多人都有模仿过张国荣,但是张国荣举首投足之间的优雅气质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学会的。 张国荣的一生受争议,其实这位公交车司机的出现,只是让大家怀念起了张国荣而已,很多网友也陷入了疯狂之中,深沉难道只是哥哥转世投胎了吗? 更是有很多网友评论,就算有来世,他也绝不叹入娱乐圈。 主要是这里公交车司机太像他了,除了头发比张国荣稀少,连眼神,抹头发的动作都非常的审视张国荣。 但这名司机走红之后,很多人都特意赶去当地,想瞧一瞧这位司机,大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,就是想在这位司机身上看到张国荣当年的影子,希望能给大家有一个好的回忆。 毕竟张国荣在那个年代的影响力非常的大,与梅艳芳等都是至交的好友,如果张国荣还在世的话,今年也应该差不多有61岁了,不管是明星,肯定是不熟刘德华,梅艳芳之类的,张国荣的事一生过得太苦了。 如果有来世,希望你不要再探入娱乐圈,做一个普通人,可以使你忌惮的小,自无忌惮的哭。